你剛剛在介紹經濟部跟經管會的時候 都有特別強調防詐的部分 那詐騙是不是也是因為你們 這是接下來的重點 所以你才會特別強調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比較關心 訴發部的唐鳳沒有被留任 因為之前黨內對他有一些批評 然後好像也是他對防詐這部分的工作 有些不足啦 那這部分可不可以講一下 非常謝謝您的提問 內閣團隊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的 對人民的承諾跟付出 所以我們分階段在向國人同胞介紹的時候 當然不能一次就看到全貌 但是我是希望耐心跟等待也是一種美麗 我們繼續等待美麗 內閣尤其是政府 當然是一棒接一棒不可停歇的 當我們覺得這個階段到下個階段需要什麼樣的傑出優秀人才 為國家服務我們就會去尋找 但是也一方面非常感謝肯定過去多年來為政府 為內閣為人民貢獻服務的所有的成員們 我們都對他表示非常的敬意跟感謝 那新的團隊會在這個基礎上持續的前進 謝謝大家 接下來這個問題想要請教院長以及陳經德主委 怎麼看藍營現在好像質疑說 過去陳經德主委是建商讀總 以及曾經是被監院彈劾 您怎麼看他們的這份質疑 好非常謝謝 我先就我能夠了解跟必須向國人交代的部分 先做一個簡短的說明 陳經德主委過去確實有過監裁院的彈劾 但經過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的懲處決定 他是受到申戒的處分 申戒是在九項太陽當中最輕微的一項 也不影響他續任任何公職的權利 那麼至於說他擔任讀董的問題 要身為政府的議員 要身為閣員之一 他必須要在法定的時間之前 要完成一些在民間企業的參與跟連結 那我認為這一點是法律所定 也是團隊的約束 他當然會照這個約定來執行 謝謝